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收看和收听 《二十号对话2018正益求正》 陈教授,你好 你好,碧妍 我们本届的主题就是正益求正 但我说陈教授 我觉得应该是过去十五年 应该一届都叫做正益求正 为什么我这样说呢 就是我们在找嘉宾方面 真是精挑细算 而且不单止他们说是很有分量 还有是他们每一届 是要来自不同的界别 真的少一点坚持都不行 除此之外 有一件事,教授你也很坚持 是,有什么坚持呢 就是每一年都一定要找一位女CEO 为什么呢 这是军事的秘密 你带着广告 有这么秘密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因为如果连一个女性都没有被包含 我们一定看到几个不同的角度 几个这么多 所以我挺坚持的 不过其实我只是说的 只是告诉你 是吗 其实我们一定会有很出色的女士 找到的 不过今年呢 是的 奇怪了 奇怪在哪里呢 奇怪在于 就为女性的我非常振奋 因为我们以前都说 找一个都是要有点难度 但是今年我们有八个嘉宾 三位是女性 是过去十五年以来的历界之馆 这个走势相当之凌厉 我想在场这么多女性 大家都要加油 是吧 那你明明个中的道理呢 我们也明白的 还有我们要努力的 我知道 我给你一个军事 是 其实你是不用特意选择的 是就是了 不是就不是了 不用看她男女老幼年纪大不大 是优秀的 而且她一定是一个角度 带到给我们普罗的听众观众 还有给我的同学 她就会被邀请的了 是 而我们今届第一位 被邀请的女CEO 不如我们请她出场 葉安娜 Smarttone执行董事兼总裁 葉安娜Anna 生于传统的中产家庭 至少勇于冒险 十二岁主动提出到新加坡留学 及后因为父母担心而回港 香港中文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毕业之后 Anna加入P&G 其后附级英伦 在牛津大学取得管理学哲学碩士 及哲学博士学位 Anna曾任曼士达卡 Mastercard Asia Pacific 香港及澳门区总经理 负责两地的业务 在此之前 她是麦肯石公司的大中华区合伙人 领导亚洲区支付相关业务 2016年Anna正式加入Smarttone 出任执行董事兼总裁 上场之后 Anna为Smarttone订立新的管理方针 以及革新公司文化 究竟她是怎样带领团队 在Smarttone引入新思维呢 与CEO对话今集请来的嘉宾 Smarttone执行董事兼总裁 葉安娜 欢迎,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 Anna,你好 谢谢 你认同我们女性 似乎在职场上越来越有优势 不如我们今天转转位置 你坐这里就可以了 是呀 坐这个位置就有些优势吧 她开心得很久了 我整天为了这三位嘉宾 我真的很振奋 我也希望今天得到一个更肯定的答案 其实我想女性在香港来说 也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去发展事业 因为我在不同地方做过事 包括英国、新加坡、国内、台湾 其实香港也是数一数二方便 因为你可以有人帮你手照顾家庭 这个很重要 这个很重要 而且职场来说 我想男女平等的认知度很高 这个很重要 我觉得女性有时外游内缸 都可能是一种优势 就像我们身旁的Anna 因为你从小时来说 已经说我要出学留学 说的是十多岁 也挺小的 十一、二岁 十一、二岁 小学不业还是初中 可能比较矮 不是吧 比较反叛 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 十一、二岁 应该是刚刚升中学一年班 应该很多时候老顺都未生 有时我们甚至 现在的小朋友好像小孩 但那时候Anna 已经有出国的念头 但我知道 譬如你家里的教导 又是另一回事 你爸爸也挺严厉的 也挺严厉的 而且我想比较特别是 她本身是教书 也读英国文学 妈妈也是 我想她从来没想过 女儿是会做任何事 是跟钱有关的 所以她一直在做音乐、文学 想着以后都是教书、教音乐 这个就是最理想的图 即是积图 所以大家父母也要很实现 不要太多期望 想着子女儿会做什么 因为她会做相反的事 因为你明知道 老师妈妈有这种期望 有什么驱使你12岁左右 便会成为新加坡 12岁我们通常会想 妈妈 星期六让我去踢球 讓我去維多利亞公園 玩玩吧 為什麼會這麼深紅 或者是什麼驅使你呢 其實都是年代久遠 但我想大致是覺得想見新的東西 總之就是覺得好像一個冒險 總之就是想離開家去遠一點 就讀了大半年 但我爸爸媽媽就覺得真的… 擔心了 擔心了 就覺得好像也不太準備好 我也不想他們太不開心 就回來了 會是孝順的 是,孝順還是孝順 但其實你也知道自己想怎樣 還有很多時候小朋友 就是跟家長鋪那條路 有時候走一個相反的路線 譬如你剛才也有說 你爸爸也不太喜歡你碰錢 基本上最好你真的彈琴 琴其書畫、唸下詩 熟女型 就是熟女型 但是你讀到大學的時候 你就是選擇工商管理中文大學 這個應該不是你的爸爸所願吧 我絕對不是 他就申報這個利益 是 我還沒教過他 雖然當時… 被有狠 沒有客氣 當時我們是同一個校園 我八、六年進去教的 他幾年就不太說了 總之我們同一時間在校園 在一個平衡時空 但居然… 居然我沒有教過他 這是極少數的情況 不過不要緊 因為我本來不是major marketing 不是major marketing 其實我大學一年級 也有修過英國文學 嘗試一下吧 看喜不喜歡 喜歡就轉過去 因為我爸爸會開心一點 回到Melissa剛才說 為何你先選擇BA 那不用她選擇 不用她承認的 不用的 是嗎? 我11歲讀書她也沒有承認 所以更加17、18歲讀書 她不會管你major 不會… 我想她… 也沒有辦法 反而那時候 站取新是讀哪間大學 她們有給意見 是 但是接著… 但是進去後 我真的發覺讀了一個學期的… 那時候工商管理 也有修英文學 讀了一個季節的 Shakespeare 也覺得… 差不多了 很適合 差不多了 很難想像 是… 接著來的人生會是這樣 是嗎? 興趣可以了… 所以各位如果有興趣 英國文學也可以 每個人不同 有興趣 但不是職業 但是在工商管理中 你找到你的興趣嗎? 是的 而且我想… 因為我覺得… 當時沒有想得太清楚 做了這麼多年 我覺得是… 我是覺得很有能力 在工管 因為… 你是創造機會給其他人 是 我想… 你成功的話 不是你自己成功 你是帶來其他人的成功 亦給了一些經濟效益出來 我想這是很令人振憤的事情 是 大學畢業之後 你都完全跟文學之路 說了很久了 即時投身了在P&G 當初你為什麼會選P&G呢? 這個挺有趣的小故事 其實也有一點不打不撞 其實當時都是一般 像一般將會畢業的同學 其實甚麼都有報 但我很清楚自己 不是太適合某些工程 譬如政府工作就不太適合了 我要比較自由度 是 然後… 其實也不知道P&G是什麼 但你不懂P&G 但P&G是會聘請你的 你閉了多少次? 挺有趣的 因為我打算去拿一本書 然後就離開 然後不知道去做什麼 不是跟別人上去嗎? 其實我不打算去做表演的 是 誰知道他們有些… 好像剛才的設置 已經有些同事在這裡 是 我剛好想拿一本書 離開 離開 然後就給他們一個報告 就捉了你 對,你對 你叫什麼名字 既然這樣就不好意思離開 我招生也是這樣 還要坐第一排的 我都知道 然後他們開始說 例如Anna這類學生 我很歡迎你們來報 那就是誤打誤撞 變成我第一次面試 已經認識我 所以其實挺機緣巧合的 那你進去的時候 從事哪個部門? 其實我進去先是HR 很特別 是人事部 因為它是MT 即Management Training Program 是 所以我進去沒多久 已經調了一個很特別的國家 一般香港人很少想 我打算你會去那裡做訓練 在菲律賓 是 那去菲律賓 因為P&G 其實在亞洲區 它基本上第一、二個國家去 在亞洲區 可能因為美國關係 其實就是菲律賓 可能也是英語的運用 其實它因為它最大的基礎 所以人事來說 很多基本的訓練 其實原來都是菲律賓開始 它真的從頭到尾 是美國資金進去 資金進去 是的 我知道你那時候 在P&G其實也有很多東西學 作為我這樣去聽你的分享 但是你當時也決定 停一停下來 去了英國讀書 為什麼? 其實那個… 是… 其實那個本來也是想著 要出去的 讀的 其實一畢業就想著繼續讀 是 所以其實也是計劃之中 始終那個感覺是… 那時候… 想完成一些東西 是嗎? 是,其實真的想看世界 沒有怎麼想過 我多久要賺多少錢 其實也沒有想過這些 是 真的很想去讀書 那就去了英國 讀了一年 讀了兩年 其實MV是兩年 MBA畢業了 對,MV畢業了 但接著我繼續想… 當時想著 不如其實教書 像教授那樣也不錯 這個MV其實就是想著 其實是教書和做研究的 是… 這個叫哲學碩士 是… 所以這個獎學金 如果大家有心讀MBA那些 其實是不對的 不對的 因為其實真的… 譬如即使我將來進入… 接著會再說到McKinsey 我是很少數沒有MBA 是… 那時候有… 所以有辣有不辣 是… 但那時候也覺得 可以有另一條路 真的不怕死 那就試試… 好像教授那樣 試試教書也可以 所以那幾年 其實就是有做Tutor 還有讀書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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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你其實說到現在 都知道Anna是一個… 叫做冒險者 可以這樣形容你 那好像… 譬如你回來之後 你也說到 其實很多時候 都會聘請一些 是讀MBA的人 你自己本身又不是 那為什麼你又會 想著去投考McKinsey 不過有一個位置很重要的 這個是對於她… 今天坐在這裡 我要她這個角度 這個角度 其實不是很多人有的 你是讀了哲學博士的 是… 是… 我讀了DVIL 在… 讀了DVIL 然後進入商界 是… 是少數中之少數 有可能這個… 這樣的博士學位 是一個半腳石來的 每個人都說 你不行了 因為看到你有一個博士 你當然是理論化 什麼不合理的 我想問 為什麼那時候讀 讀完之後 為什麼又不去教書呢 那時候想一氣可成 讀她 因為我自己覺得 我再出來商界 再讀 其實我想比較難 再回去讀DVIL 不如一氣可成 有時是時機問題 於是就在2000年的時候 取得DVIL 我的論文是關於 中國會計改革的社會學角度 是 所以是非常之… 完全是… 很尖的 她是叫做博士 其實她研究的東西是很尖的 很尖的 是 人們說電視機就是讀大學的時候 是 但是螺絲就是博士學位 是比較專業的 然後 當時2000年 如果大家回想一下 2000年其實當時有很多.com 是 爆破 是的 其實當時我第一個理想中 其實是進行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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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但是當時就開始轉譯了 那個經濟環境 於是就發覺銀行銀行很難 也是不打不撞 就看到McKinsey 即是討論 其實也不太知道你 那次不是拿課 很簡單吧 當年好像P&G 也是去申請 申請 申請 但是你說得很對 就是McKinsey 絕大部分除了下級外 就進去做商業看法 如果做同學 其實絕大部分就有MBA MBA 這個是主流 很少數是其他advanced degree 你也說到 其實你對McKinsey的認識也不深 或者其實他的工作內容 其實你可能也有些東西是不懂的 就像你第一個project 是 你當時面對的挫敗也挺大 是 相當大 是 極大 是 因為他們面對的方式 可能大家都大約知道 是個案 即是問題解決的案 但他不會因為你認識某個行業 而聘請你 他主要是因為你解決問題 的構圖 是否適合他 好了 進去之後 沒什麼研究 沒什麼特別的案 當時進去之後 兩個星期沒工作 到處拍門 那些夥伴說 可不可以有事給我做 是 終於有個研究 就是在台灣 一間銀行 那我就過去了 很開心 很興奮 其實什麼都不懂 其實那個感覺是很可怕的 因為其他研究的人 第一他們已經很有經驗 然後其中一位同事 他通常… Makinsy要做很多資金模特兒 其實通常是他做的 因為他是研究員 但他已經在公司 第二、三年了 他就跟我們的老闆說 即是我們的夥伴說 這些事情我做得很悶 你讓一個新人做吧 即是我 是 就是這樣 那你就… 對 本來你就很害怕 不知道做什麼 不知道做什麼 好了,到突然間 有一個很重大東西在你手上 就是擲住了 擲住了 那其實呢 我想在座那位 可能都很熟悉資金模特兒 但當時其實我不懂 就是我大約會用Excel 但真的完全沒有想過 要做一個模特兒出來 是 是 所以當時真的害好 突然間是一個漏夜 是不停地買書 自己跟自己補 有時問問同事 是一個非常痛苦的 第一個研究 那時沒有想到 我會漏這麼多年 就是想我能否生存到 能否生存到 能否生存到 這個項目 有否想過離開 這樣 那是很差的 如果突然間 我又不是那麼容易結婚的人 但是很痛苦 真的很痛苦 真的很痛苦 由零開始度過了 可能你說過幾兩個月的晚上 可能都真的挺不眠不休 但是你又不太懂得游泳 就是周圍摸 到最後你真的懂得游了 然後可以在這裡生存到12年 甚至最後可以在這間公司 做大中華區合夥人 其實當中你有什麼改變 做了什麼 而可以堅持下去 甚至做出成績 這個地方 我想Makinsie 是一個很困難 但也很仁慈的地方 因為它真是讓你學習和試 是 而且你真的失敗了 它會給你多一個機會 一般來說 當然如果你不可以有太大的失敗 但是我想 所以那個是一個 我想因為你和每一個研究 都是一個新的嘗試 新的創新 但是回答Malissa你的問題 我想最重要是 對自己也要有一個堅持 那個堅持是很重要的 你不會永遠順境 有時會很逆境 甚至極之恐怖的情況 你也要找一個位置去生存 你也要找一個位置去 如何抱回水面 如何出來 因為你不同的層次 也會有不同的困難 所以我想那個姿勢就很重要 有引力 近期我在互聯網看到一句說話 我覺得很有意思 是剛才你說的一個寫照 一個最佳的拳手 其實如何決定他是世界冠軍呢 不是他的拳出得多重 而是他受了很重拳之後 為何他不會跌倒 英文叫做resilience 你如何催他 你如何撞擊他 他會再起身 一個人譬如楚霸王 力拔山河 氣蓋勢 但是烏剛要自問 是因為他不能接受到失敗 失敗了又如何 東山再起 所以這就是 剛才Anna說的重點 你以為那十二年 平復坦途嗎 充滿了衝擊 問題就是 我是不跌倒 不跌倒你就站起來 終於成為好夥伴 是 我們香港的朋友 認識Anna就是卡侯 是嗎 是嗎 是 是報紙喜歡拿的名字 卡侯 但是你的MasterCard 在香港的市場來說 尤其是你當初加入MasterCard的時候 其實你要面對主要競爭的對手 Visa 也有點難打 會不會 其實是說得很對的 因為MasterCard 足足遲了Visa 十年才進入香港市場 當你兩個品牌 一個遲十年 其實你可想而知 另一個已經很根深蒂固 我也確實大家口袋裡 可能有這兩張卡 或者其他品牌 但是無可否認 一個是大很多的分別 但是我也會勉勵同事 就像Hirst和Avis一樣 其實做第二是很開心的 因為第二那個 就是搶市場分別 第一那個 你很怕沒有跌市場分別 所以其實你很防守自然 但你第二那個 就可以打進攻營 打球 所以其實MasterCard 因為我那段時間很開心 因為做了很多新事情 包括把貢獻進入香港 是 其實Visa是2006歲 已經進入了 貢獻 即是非接觸式的卡 DamagoCard 足足是2014年以後才進入 已經遲了很多年了 遲了很多年 但是我們做了很多禮拜 去駕駛這件事 另外就是有些新的突破 譬如跟其他品牌合作 譬如有些人很喜歡理數 打造了一張理數的卡 這些其實都是第一次的 所以其實做阿姨是開心的 因為你沒有進攻型的東西 那個包袱會不會有 是呀,你沒有那麼大的包袱 你不會覺得我動這個又怕沒有這個 你很多防守型的思想 你不會有 因為你需要進行市場 有興趣聽聽為何跑第二的更容易 是 有沒有人懂得跑步 懂嗎? 有跑的… 我想大家都… 有沒有人懂得看跑馬的呢 通常你走出來… 踩單車也是的 是,擋風 第一個擋風 是 最慘的是你沒有一個對比的對象 所以只能用自己和自己比較 你會說明天怎樣打敗自己呢 但這件事是很困難的 當你見到有一個人比你厲害 你跟著他 跟著他 過他就容易了 你知道他怎麼玩 最慘的是你自己經驗第一的時候 那怎麼辦呢 然後又有一個惰性 還有你叫其他人 那些人不是很聽的 是 我們都這麼厲害 要不要用嗎? 老闆 這樣一句就難做 所以這是要自己介紹給自己 但第二也不容易 因為你差別人這麼多年 你進去的時候 有沒有一點點 驚驚的震慮 讓別人的真力才有這麼多 真力是沒有的 不過… 我想是剛才你說的心理 很多同事 他有點習慣了 別人比我們多錢 別人比我們大 別人比我們大 你會有很多原因 你可以說疑打也可以說難打 是 很英憤 他已經覺得有點… 拼了 一定不行 怎樣玩 那家銀行一定會選他 很多理所當然 所以其實做了很多要激勵他們 勉勵 而且要有些成績 我也很相信他說 是視乎是相信 有時候你太遠帶目標 其實大家會覺得太遠 但你有一些小的勝利 小的進步 是 大家會看到真的可以 其實我走多一步 我真的多了東西回來 那是很重要的 因為太遠帶目標 其實有時候很難 你說過一句 上次我聽完之後 我就寫下了 我一定要問你 是 這句話很有趣 不要想得太長遠 是你說過吧 是 就是太興趣 解一解 為何不要想得太長遠呢 如果你太長遠 就是說 我一年後要拿幾百萬個交易 三年後幾百萬 其實同事很難有感覺 太遠了 就是從零開始 其實我們應該說 去到 不要說這些大數字 不如我們進入了最大的超市 最大的貨物店 對吧 或者快餐 原來真的能進去 進去 好 那就開始導致我們所謂的交易 是 開始跟一些商品做公司 做公司 你一次有優惠 這些很基本功 所以我想這也是太大的目標 我個人覺得 有時候對同事來說 未必是一個… 即是你要跟總公司說 是 因為這樣才得到支持和分別 是 支持 如果你跟他們說 我今年只有五萬個交易 那沒有人理會 你當然要說大故事 因為國際機構就要玩這些遊戲 但你對著香港的同事 其實你就要令他們覺得 我再走一步 走到年底 其實真的有很大的變化 近了很多 是… 所以我覺得這是雙負雙城 最好就是能夠把整個途徑斬件 你每一次都是一個勉勵 是… 這個很重要 是… Anna貴為卡後 信用卡和SIM卡 我想好像是兩樣不同的東西 你這句挺好 大家都挺用卡 這樣都脫到SIM卡 但你說到SmartTone 在2016年加入 應該是另一個玩法 是否由零開始 又不可以說是零開始 但我想說一點點 其實為什麼加入Masker卡 就是… 因為其實我也做得開心 在Payman這個業務 但有一天我收到一個電話 是 就是有一個邀請去這個公司 我當時第一句都… 我感覺到電訊 我其實真的沒有做過 雖然我有些夥伴是電訊行業 但是當時那個董事局 一個朋友打給我 是 他說 不過我們真的想找一個做新事的人 其實他的言下就是做一個不怕死 做新事的人 其實是喜歡做新事的人 因為我也跟他認識了很多年 所以令到我對這件事有興趣 我想也是一個機緣巧合 因為電訊業也是一個競爭極之激烈 是的 也很有趣的行業 就是我們有些好的同事在這裡 就是… 有些同事就是他不會留很久 可能他一年已經要離開 但是繼續這個行業的人 一般也會留很久 嗯… 其實對這個行業來說 有時候你想來一些想法 新陳代謝 新陳代謝 很像了… 很像了… 所以當時我想 Smart Hone的董事公 就是很想有人做新事 是的 就是什麼都做新事 但是不容易 是的 不容易 所以就有這個機會 是 但是你說做新事真的不容易 尤其是電訊業 你說真的 到現在其實已經很白熱化了 有些什麼可以搶我們叫Market share呢 鬥便宜 其實除了減價之外 有些什麼可以再新 你先停一停 嗯… 這種就是… 反面教材來的 是… 反問吧 我最喜歡他用反面教材 因為如果不是這樣說 一說了那個Model answer 就是完整答案 你是沒有學習的 嗯… 因為你一減價 你是… 另一件事 我們叫做什麼紅海啊 什麼叫做葛喉啊 完全就是把那個產品的服務 一直降到最低 那你就想減價了 因為你有什麼神 你表不到的 你的魔術 嗯… 所以你的反面教材問得很好 喂… 是否真的可以減價呢 如果他一說減價呢 那個董事局就說 啊… 跌倒地下了 跌倒地下了 跌倒地下 現在可以回答他的問題了 是 我想無可否認 那個對手 很多時候都會這樣做 嗯… 這個也無法隱瞞 因為這是很開放的市場 是… 是… 很開放的市場 而香港也都是… 在亞洲區來說 是很多競爭者 其實亞洲很多地區 其實只有三個競爭者 嗯… 四個加三十幾個 是… 多得很厲害 嗯…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那個品牌的建立是特別重要的 尤其是如果你不想永遠打減價戰 因為其實沒有人會贏的 減價戰 我想去年你們也見過 有一陣子 是試過一陣子 賣減價 其實減價呢 就是… 教授在這裡 我也不敢… 不會… 四個P 四個P 即是很基本的賣 四個P 我想先說這個 不過… 讓你說了 我想讓你說吧 不讓我說 四個P 其實四個P 價錢是最容易跟著的 你今天移動的價錢 你對手明天就可以跟著 今晚也可以跟著 但你其他東西很難跟著 你要轉那個… 就是什麼… 製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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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東西 你也需要時間 但價錢你直接跟著 是 所以就變成了 我想我們的團隊就是 要很專注地 去打理我們的新… 不是新的品牌 就是品牌 為什麼我們的品質 我們所謂的5S 就是快找信 安心貼心 讓我做一點點廣告 這是很重要的 就是品牌的建立 第二 我想很重要 就是對那個群體 譬如說一個媽媽 和一個 frequent traveler 經常出國的 一個就是… 假設宅男 很喜歡打機的 哪一人都不去 但他最重要是 網絡要更強 是 或者一個 Millennial 一個大學生 最重要是 很多社交活動 其實這四類人 要的東西都很不同 是 再加上公司 行業計劃也不同 所以我想 我們是很專注 給那個項目的需求 這個 我們反而花了很多工夫 這個品牌 以及每個群體 要什麼 給他 因為我說一句 我不知道是對還是錯 你也證實不了 或者我也證實不了 經常說 讀書多 做生意是沒有用的 如果在Anna剛才的分析 這句話是錯的 其實怎麼鬥呢 你手機 他手機 你網絡 我網絡 我網絡 看起來不能鬥 看起來 你又說你很服務 我又說我很服務 怎麼鬥呢 其實是精密處 你去到很細節 這個就是整套 我看了Anna 跟我談完 你有多深思考的問題 你連你現在的群體 是什麼群體 你都不知道 那個人要什麼 你也不知道 他的生活習慣 你也不知道 他要來做什麼 他緊張什麼 你也不知道 你怎麼出你的產品 如果你以為一招要搞定 那些神祖都被人搞定了 要不要再說一次 你以為一招要搞定 你就一早都被人搞定了 因為你想的東西不細節 沒有內涵 那你繼續可以說下去了 其實教授覺得很對 而我想這個世代 我們還有很多是Digital的東西 我相信大家都有很多接觸 這個又是另一個complex 因為教授覺得很對 就是這個細節 就不只是Strategy 要很細節 其實那個execution 那個執行的很細節 尤其是越來越多數碼型的東西 Digital 就是沒有人銷售給你 你的app就是自己銷售自己 所以其實我跟同學說 其實我們每一個人都是產品經理 不是說那個人是產品經理 我們全部都是包含自己 因為你每一次用自己的東西 你都會找到地方 這個字是否可以大一點 這句話是否可以說得好一點 其實每一次你都會學一些東西 但是這個也很重要 因為你不會有一個美女俊仔 跟你解釋的 那個app自己就解釋了 所以其實每一個complain 其實都是塞錢入你的袋 就是有些人不明白 如果不就不會complain 或者他不會問你問題 所以我想那個執行程度 那個複雜性是高了很多的 尤其是現在O2O 因為你有人你還可以拖一拖 當你人都沒有的時候 你就純靠那個interface Anna姐 Yvanna說到你說complain 我想對於很多的 不單是電訊業 我想是我們所有行業都最害怕的一件事 但是反而對於Anna來說 她是將它擺在一個最上級的領域 是 你甚至親自去聽complain嗎 我會的 會的 我們每個星期會看complain 有些call我自己親自聽 我想有時候聽complain call 同事覺得很仔細做事 但是那個客人可能 其實是 他要的東西不是同事 很詳細找一堆搜尋 他可能就是說 有些事情可能要立刻幫他 然後你再把詳細答案告訴他 有需要的話 有時候不是同事做得不好 而是他出發點不好 但他的手法未必那麼符合 客人的需要 你聽到他都有點默默 他都生煙了 不如他不要叫他等 不要再聽那些音樂 不要再聽 其實你很努力在找答案給他 是 但其實他都有點默默 不如叫他先放下電話 就是小事 其實Anna在2016年加入Smart Home 短短兩年間都推出了很多新的東西 但有時候要上公司去行 真的要手足去配合 譬如你剛剛一進來的時候 可能擺明居馬要來試新的東西 可能同事也有些抗拒感 或者可能你的上程如何下達 或者我想要將下程上達的時候 你有什麼方法去建立你自己的團隊 或者加強的溝通 是有些難度 開始的時候 難度不是同事不想做 而是他們比較習慣 一個由上而下的模式 而我自己 剛才我也說過 其實我很相信 如果你全公司最厲害就是只有一個人 其實這個公司一定不可能成功 尤其是在一個這麼變化這麼快的環境 就是你們每個人的崗位 其實你都應該比我更厲害 在你的崗位上 但當然有些總統的決定 我自己要做 或是要組織 但我想那頭半年有一定的磨合 但這個磨合不是收拳 而是逼大家 你怎麼看 而不是老闆怎麼看 是 經過幾個月的磨合 其實同事都明白了 知道了 就是說如果你是一個head of 什麼 你應該有你的建議 而你的建議應該是基於正常 或者一些合理的考慮 因為我的訓練 我想很適合就是 我不需要對那件事 第一天有一個深切的了解 但我要私底問問題 然後開始了解那件事 拿需要的fact base 這是我一向的訓練 但是同事本身要做到那件事 我知道你對於音樂也有興趣 有時就講一下交響樂 是 交響樂裡面 你在某個位置 講過三個字 完全叮一聲 叫做主旋律 主旋律的重要性是什麼呢 整個樂隊一邊玩的時候 如果你的主旋律 如果你不知道是什麼 它就散了 因為每個人都是高人 在他的領域 你怎麼讓他走呢 其實 在很多管理書裡面 我覺得最難的 就是怎樣 align 怎樣拍齊那些人的 interest 就是他的利益 或者想的東西 公司有一個方向 但是很明顯 不同的同事 剛才說不同的客戶 有不同的需要 不同的同事都想的事情不同 隨著他的年紀 性別 他的經驗 他現在在什麼位置 他以前讀的什麼書 他有什麼考量 是完全不同的 你怎麼能夠把主旋律 因為很明顯 你是從卡到SIM卡的 這樣的時候 基本上 你不能帶很多人進來 但是帶多人進來也是出事 因為好像你把別人排載了出去 你究竟這個主旋律 第一,你怎麼定調 第二,你怎麼把主旋律 和副旋律 再副副旋律 拍得齊呢 那個過程是怎樣的 一個很好的比喻 主旋律和副旋律 我想 我自己當然 因為和董事局 大家應該有一定 因為這個很重要 我想其實CEO 如果董事局不支持你 其實你是不可能成功 這個第一件事要搞清楚 就是那個所謂的主旋律 就是你一定要定調 是什麼 我現在不詳細說 大致剛才也說做新事 怎樣創新 怎樣維繫客戶關係 有些在新的領域 有些什麼新的商業 新的數字 新的數字 這些東西 在主旋律之下 這個就是我的責任 怎樣把這件事 在整個樂團 或者整個公司奏起來 我想這件事也有一點 可以跟大家分享 其實傳統來說 很容易 就是我們會把所有的精神 擺在客戶上 就是和客戶有關的東西 八成的時間 是客戶面的 接著後面你就跟 譬如我們要給最好的東西 給客戶 最好的apps 給客戶 最好的實體經驗給客戶 實體店經驗 但其實這件事是不成功的 因為你後面是塞車的 你上面就說我要什麼 我要什麼 但其實你中後台沒有改過 其實整件事是遷不起的 所以其實我是花很多時間和前線 剛才我說下舖這些東西 對我來說是一個學習 但其實我也花很多時間 是中後台 就是它後面 如果你的點心車 還是很古老 廚房還有古老 那你前台做很多fusion的食物 他都不會做 那又是不行 是嗎? 你出了一個很漂亮的餐牌 在後面做也沒用 所以我想前中後台 其實都需要投資 以及都需要了解 它的問題在哪裡 所以其實人事上 我想有部分人事可能轉了 但這是很少數 反而就是令大家知道 這是新的世界 新的時代 新的年代 我們的競爭也很不同 若干年後可能的競爭 不是電信台 可能有一些不知道什麼的 OTT company 進來做你的行業也不一定 是嗎? 我想很多人都知道 譬如說很多人都問 其實當年美國在鐵路 鐵路公司 為什麼會被飛機搶光它的生意呢? 就是因為鐵路公司 從來沒想過 其實它是一個運輸員 是 它是鐵路公司 然後當有一個新的競爭者 就完全取代他們 所以這個情況是可能發生的 所以我們是要隨時隨地 都要有一個 就是你的定位是什麼 那裡回到那個客人 最基本的 其實他要達到什麼目的 你不是唯一的做法 你會看到很多很多的產品 都是因為自己自以為是 沒有了我們得什麼 那這個就是種一下 這個滅亡的根源 是 留意一下 你們第一 沒有,我恭喜你 你第一 我又恭喜你 因為你聽過這個故事 第一 是最危險的 叫做高處不升降 但是你自己不知道而已 不過Anna說到 你的新時代的來臨 其實電信業本身也有很多挑戰 你5G的來臨 剛才Anna也有說過 MVNO就是虛擬流動網絡 就是城航城市 內地的電信業等等的競爭 怎麼準備怎麼部署呢 剛才你們兩位都說了一個重點出來 就是一定要準備 一些其實是不認識的事情 其實也不知道準備準備 一些還未發生 但是你一定不可以承認 你今時今日這個前象 是未來5年都會一樣的 所以其實我們已經在部署 就是除了我們傳統業務 因為這個始終是我們 英文所謂的 你不可能做得不好 一定要做得好 但之外就是做很多 密聯網的事情 就是現在很流行說的 MBIOT 這個潛力是很大的 譬如說 說起樓 起樓是一個比較傳統的業務 就是工人下去 知道戴著安全帽 有一個牌子 其實這裡有部分的項目 其實也可以用科技去幫助 像工業以外 其實所有的都要停工的 大家都可能知道 其實是很大的 很貴重的 除了人命之外 在經濟上還是很貴重的 所以其實我們現在 有些跟我們的合作夥伴 安全帽裡面有SIM 所以就變成了 我知道人們去了哪裡 同樣的事情 你應用到醫院的病床 有沒有看到那些傘傘 推來推去的病床 有些都不知道推去哪裡 或者是機場 有些小車 裝行李的那些 原來我們發覺 很多時候會不見 因為原來是A公司 拿了B公司的那些小車 這些東西 其實裡面有SIM 就知道它去了哪裡 你的能力會高了 而且以前的康奸 不是要巡捕的 譬如停車場 這些 滴水 寄在本堡裡 其實現在又是 有一個感應器 濕了 你已經可以去工作 所以這些其實就是 一些新的機遇 我們已經是 打入這個市場 我覺得在香港來說 是很好 因為我們大家都知道 其實請人很難 如果你每樣靠人做 其實真的有很大的項目 所以這些就會幫助 能力 如果你問我 Anna的重點就是 無微不至 水銀卸地 精密 剛才我在另一個場合 我沒有告訴你 你跟誰說的 它隔完之後 水也差不多過不了 那又這麼說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因為我道正同說 聽了很多 其實你要去到 看來好像是透氣 但是水不過 那真是挺難得的 要你去到這樣的精密處 如果不是你給整個 叫電訊 通街的電訊 你如果用一個 硬件的角度 是一樣的 你去到就算服務 那你就好一點 但要去到 深入不無 就是說沒有人走過的地方 好像星空其遇一樣 這樣才能看到 頂級的高手 頂級高手是這麼來的 是別人都沒說 他自己都沒知道 我出完之後 已經可以了 那些就是聰明的事情 交給你 我們今天的頂級高手 有沒有一句半句 譬如你的人身所有銘 或者你的管理節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我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有一句話 就是這本書 應該會說少許這本書 裡面有一個故事 我覺得很好 就是 Give yourself an A 因為我自己也是傳統的教育出來 也有很多年 剛才也說過 在之前的工作 我是很performance driven 是 但是performance driven 其中一個結果 就是你會有ranking 就是看成績 會有勝負 是不是 高低 這樣 其實我看到那個短處是什麼 這麼多年 我自己也感覺上 這個process是有它的好處 因為快 你知道誰很聰明 就捉 簡單說得比較白 但是問題是 其實你會有很多的 浪費了的人和資源 在這個過程中 所以這本書裡面提到的一件事 就是Micro Angelo 即是一個D-Darly 很出名 Micro Angelo 就是畫家 雕刻家都是很厲害的人 他說過一句話 可能大家都聽過 就是其實每一塊石 或者每一塊雲石 都是一個美麗的雕像 但是需要一個人 將一些多餘的東西拿走 拿走 所以其實我覺得 看一個人的潛力 其實也是這樣 其實每個人都有他聰明的東西 但是如果沒有一個 正確的時機 或者沒有一個正確的人 拿走一些 或者阻礙他聰明的東西 他就不聰明了 但是裡面有一個很好的故事 就是說 如何給你自己和你 這是一個好的練習 令到那個教授 或者我再講一個故事 簡單說 他是教導音樂的 因為他是波士頓的 弘調教師 但是他也有教書 他其中一群是音樂的ظ員 但是他教了十幾二十年 他就發現了一個問題 因為其實他很想 學生欣賞音樂 但是他就發現 每一個學期 學生都是緊張的一件事 我會拿什麼級別 我會怎樣才拿到A 於是他有一晚 跟太太聊完之後 他很大膽和大學建議 不如這樣 全部人都取得A 全部人都取得A 把他最關心的東西先拿走 但是有一點條件 就是每一個同學 像你們這樣 第一天上課他們就跟你說 我給你兩個星期的時間 你要寫一封信 告訴我 為什麼 學期尾 你會取得A 你會做什麼去取得A的學生 取得A的學生 我想這其實是一個很有趣的反轉的事情 不是說祝大家 讓他取得A 而是說你自己告訴自己 為什麼你應該取得A 你會做什麼 其中一個學生 就是一個台灣學生 他說其實 他經常被教授 我開始的時候很混亂 我上次去台灣未來之前 班有70個人 我排排68 其實我從小到大 都是跑底尾 可能家裡有錢 送了他來波士頓讀書 在你的學生 你說我可以取得A 他說我想了兩個星期 我突然發現 Yes, I can get an A 為什麼我可以取得A 他突然發現 我自己變成一個 開心了很多的人 我想大家都明白 其實一個人要開心 你才可以持續發揮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對我們 比較填鴨式教育出來的 是一個啟發來的 因為很容易你會忘記這件事 是 這本書的書名 可不可以跟我們分析一下 這本書的書名叫做 The Art of Possibility 其實也是有一點 Echo剛才所說的 就是每一次在逆境 就不要想很慘 或者不太慘 成功失敗 它是說possibility 你有什麼可以做 或者有什麼可以想 不同的想法 令你可以跳出一個框框 會不會有一個興趣或者衝動 就是聽完Anna剛才這樣說 我想說一番說話來聽聽 就是Give yourself an A 我經常要改捲 經常要打分 有時候突然到最後打完分之後 必然每年有一個至兩個教授 我就想理解一下 其實我也很用功 其實我也不知道哪裡不行 我想改良 那個什麼呢 叫做Over Tone Over Tone 其實他想說什麼呢 其實就說 為什麼我拿不到A 我竟然做了這麼好 我不是說這個問題 我想我怎樣才會給A人 有時候我也幫人研究一下月曲 有一次說完之後 完結了 那人出來說 他明明還在走音 有些走音 為什麼你稱讚他 是 我一貫都這麼漂亮 這麼好 為什麼你不稱讚我呢 因為他用了相對 我說 你知不知道他一開始來的時候 聲音都出不了 開不了聲 你明白了 就是把聲音放不出來 他現在夠膽把聲音放出來 完全忘了我們 人抗高歌 你猜這個關口很容易過 我給他一個A 不過他下次再來 他要拿A 他就麻煩他不要再入 你要逐步走 你其實停了很久 你來了也是這樣 現在也是這樣 你可能有點跌 有時候叫你溫的歌 你又不溫 其實你正在跌 也要先給你一個A 不過你下次要保持著 你自己小心 很多人忘記了 我經常比他厲害 你要忘記了他在哪裡來 一場賽跑 你知不知道哪個人 會接上最厲害的掌聲 是甚麼呢 最後 最後那個 沒有氣 肥嘟嘟 走不了 但他又要來參加 也要堅持 也要堅持 到最後 最後 拋壞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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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要拍 這個人 你給不給他A 其實每個人 只要他跟自己比較 他做得好 都應該給他A 你自己給他A 你自己吧 然後馬上回去問 為何我要給自己A 這才是個重點 交給你 我這時間過了很久 但你也沒辦法不說 今天嘉賓Anna 就跟我們 由信用卡 到電話卡 由電話卡 到無處不在的SIM卡 我記得有一句說話 就是這個廣告公司 經常我們那一代聽的 就是一卡旁生,世界通行 可能下次訪問Anna 不知道他在說什麼卡 什麼卡 我們今天很感謝今天嘉賓 我知道我的卡名叫什麼 什麼 猜到嗎? 叫掌者卡 掌者卡 不會吧 可能很快就會又來一個華麗轉身 我們再次以熱烈的掌聲 感謝今天嘉賓 謝謝 馬上執行董事兼審裁 葉安娜Anna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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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各位 好的